垃圾手座最主要的宗旨就是 我希望那件廢物 在扔出去之前 就已經可以變成另一件有用的東西 我覺得很多膠樽很漂亮 扔出去時也很新 多點留意身邊的東西 其實可以是可以用到 變回做一些有用的東西 有部份膠樽是很硬正 普遍看到膠樽的類型 飲品的就是PT 那些我就用得比較少 因為它很薄和容易攔 我通常會選擇洗潔精或洗頭水 2號是HDP的瓶 那些是比較硬正 而且它的彈力是好一點 它可以長久一點 我希望我做的東西是耐用的 所以我就會選擇一些耐用的物料去做 在學校做那個討論 我討論的時候 我通常會展示一些膠樽 給一些小學生看 有問一下他 那個瓶可以做到甚麼 或者我掃了一件手作給他看 叫他猜一下用甚麼膠樽做 在創意上希望教一些小朋友 他們可以知道原來 我家裏有這麼多 都有這些進鑊 原來可以做這些東西 多點留意身邊的東西 其實可以是 可以用到 變回做一些有用的東西 近年很流行有一個叫 up cycle 叫升級再造 這些其實 我覺得是屬於升級再造 其實最主要的分別 循環再造 我想最熟悉的就是那些三色桶 我們放進去 循環再造 但其實 我的理解就是 它是需要經過 清洗分類 然後再打碎 然後再reform 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首先時間很長 要花很多人力物力 甚至是能源去做 那up cycle 簡單來說就是源頭 可以變造一些 不需要扔出去的東西 那當然 其實我覺得 我做的東西 對於環保來說 其實是很渺少的 因為 其實我真的用得翻的都很少 那如果真的存多了 我都要扔出去 我現在 有時候會做一些東西 給人 如果有人有需要 recycle 香港我覺得就是 渠道是有的 真的要幫到環境的話 始終是要減買 不是去recycle 你一量都在消耗 那麼多新的東西的話 你始終都是 做不到環保的